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句话 军事运动没有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创军方式 依靠衡量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 是的 衡量很穷 但正因为穷 这里的百姓才在忍受着深重的剥削 因此就有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 这就为我们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这里是我们武装割剧的理想之地 我们要迅速扩大我们的游击队 让我们的红旗在衡量的大山里真正地飘起来 千里雷声万里山 我坚信 在西北大地上一定会出现一支 北厅千里无王不胜的军队 叫做闪甘红军 谢谢 各位 这段时间 自刘仲然担任了共产党游击队的总指会以来 游击队的发展非常地迅速 原来的秦念武游击队 已改编为衡量游击队一大队 以廖京北为先锋 打垮了谭世林的一个加强营 正可谓势头凶猛来者不善的 吕作一向认为 共产党游击队是比谭世林 梁规章这位 更加可怕的对手 所以我独立吕必须全力以赴地 将游击队尽快地围艰在行两 吕作 具体的军事部署还是请您来讲吧 请 此飞啊 这个排兵部阵呢你是行家 打起仗来我只管看书写字 给弟兄们发大烊 你请 你请 这才是真正的大将风景 天他都不管 如 吕卫书 此飞兄 不许队 子飞兄 有危险了知道吗 是 将司令 你啥意思 说 最好 我问你 他李婷云这个儒将 儒吗 就是个庄 没有你沈参座替他出谋画策 他李婷云就是个肉疙瘩 屁都不灵 这次合成一战 你沈参座亲临战阵 风一般扫荡了我的第三旅 他李婷云呢 坐吃补充营 反倒陪光了威风 你这边风光无线 他那边灰头土脸 你这不叫功光镇主叫啥 江二郎 你到底想说什么 避祸 避祸 对 这次去进宫衡量 你得找个借口 把支部权交出来 步兵三屯的侯团长 这不是病倒了起不来了吗 是啊 那你向李婷云提议 由你去代理三团的团长 咋样 江二郎 你为啥要点破我 老兄啊 李婷云这伙的狼师 我一个个的都看过 救你沈子妃是真正的君子 好人 我江二郎虽然不是个东西 但是交朋友不能是坏人交坏人 那就坏坏地算计开了 所以 我是真心与子妃兄交个朋友 不 当然了 在独立旅 我也是脖子上人头乱晃 也希望老兄照着心 拜托了 告辞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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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一下 好 这三十三百左右 亲家人 找你 你继续 夫人 这位是游击队队委会的秦委员 你和你的帮兄弟见了他 要尊敬些 懂了没有 咚咚咚 秦委员 秦委员 如云龙 游几队不声这个 如云龙 你到底叫啥名 我叫陈八夸 唱戏的时候师父给起的艺名 你还唱过戏 就是呢 最早我就是个唱戏的 凡是戏班子里有的行当 我啥的都能比划两下 跨行无当 所以叫称八跨 这以后呢 西班的解散了 我就到衡量官当了几年的道士 再以后呢 我啥都干过 就这 你目前的情况 李涛新已经向队委会介绍过了 你脱离了蒋二郎之后 一直在衡量活动 给游击队还借过粮食 现在打算投奔游击队 我们欢迎 队委会研究后决定 你和你的弟兄们编入 李涛新的三中队 副队长你也认识 是霍三枪 你认分队长 咋样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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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陈啊 咱们共产党的游击队 讲的就是个剧 你呢身上都是些邪气要改 你看我 你咋 我没咋吗 是这 我没咋吗 是这 这咋 这叫虚虚明智 也就是革命不成功 坚决不剃胡子 我听特派员老际跟我说 马克思也是这 我也是这 都是一伙的嘛 我这个样子就是告诉你 我可是铁面无情 只认剧律不认人 老哥 你要犯了剧律 我就得毙了你 知道了没有 啥 兄弟 连你也该枪毙我的吗 我犯距离你也逼了我吗 你能撑 李廷云既然过来了 咱们先拖着他转转咋样 对 好好的拖他 然后再狠狠地揍他 靖妹 你对独立旅的战斗力比较熟悉 李廷云 这个李廷云啊 每一战 必以大洋重赏的办法 组建赶死队 这是他如将的绝招 赶死队 嗯 绝招谈不上 倒是个狠招 嗯 我看狠招都算不上 就是个败招 哦 败招 他和赶死队 都是发献阳 而且必须在死战之前 就发得熟 所以每逢开战 他各营各团 都争先恐后的组建赶死队 李廷云为了激励军心 只管给他应用的部下发钱 这几仗下来他觉得不对啊 大洋岭走了不少 但赶死的还好端端活着呢 李廷云心疼钱啊 下决心 改进弊端 他不但要亲自掌控 这笔大洋 还要亲自掌控 赶死队的指标 一个赶死队超过三十年 如将不拼 真是个败招啊 念我说 嗯 游击队扩编后 这是第一次接待李廷云 这一仗必须打好 先拖着他绕一圈 然后选个有利地形再打他 你看哪个地方最好的 这二将川 人都很正确 趁热 你继续 俩那边 是 几岛 在里面 地下 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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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 上 上 上 别看上 别看上 我投降 杀掉 怎么又拿了这种车子呀 王叔 有了 有了 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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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吵得头都晕了 你们还让杀 都给我闭嘴 李叔 我敢死队也只有二十七人 没有超标吗 李叔 我只要二十三个 还可以再少 闭嘴 姜儿郎 你们郑勇军守在衡量 不离战场那么远 连毛都挨不上 你咋敢死 你老年的想咋 拔我的皮啊 我老不敢 不过吕作知道 那衡量补是游击队的大本营 我还是让到吕作的命令 把他大本营拿下 损失可不小啊 别的不说 光机关枪我就损出了三艇 那衡量补的游击队是 主动撤退的 你再不要恍报损失了 可我三艇机关枪 可真是损失了 姜儿郎 你那三艇机关枪 该是卖了吧 你那三艇机关枪 哎 别坐 呦 孤奶奶来了 咋呀 这都是来赶死来了 嗯 你来了 我们还有啥折磨 走吧 好啊 英姑 你又要咋 哥 我们清兵队 可已经很久没干死了 你痛快些 名额 指标 哥给我来一个 英姑 这指标名额它是一回事啊 你咋要两个呢 两个多吗 我清兵队三个中队呀 这还少一个呢 不成 指标就剩两个了 这得给马三丰留着 啥 你还得给马三丰 当然 那马三丰的三班府 哪一府不是风削削的 他一班府抡出去了 我等着他报捷呢 哥 哎呦 清兵队是预备队 你咋撵着干死呢 我再不跟你认识 两个指标都给我 休想 最多啊 最多给一个 那成 反正上了战场 我们都讨论了 能成 你们一枪也不放 叶崇 你 你 我干脆帮着游戏队 我背后给你的门棍德 成成成成成 你咋咋咋都成 但是 指标就一个 长官 哪部分呢 你这吊儿愣愣样子跟谁选的 我站好喽 立正 你这吊儿 报告 进 马三芬团杂到 请 是 三芬啊 来来来 过来 哎呀 三芬啊 你来晚了一步啊 两个名额呢 刚刚被英姑 抢走了一个 哎 翘西服难为五米之锤 我就给你提出字吧 呀 好字 比廖京北写的可好多 廖京北 也是个儒匠啊 嗯 三芬 来 把账子递过 嗯 寄生鱼 何生亮 廖京北 死 他廖京北 京北 谁 嘘 你 别让 嘘 坐 坐 兄弟啊 你是来行刺的吧 北斗七星高 割书叶带刀 老贺 俞伟 你是自比则书汉 不不不 我不是则书汉 你看 我这出了笔 又没带刀 马三丰是则书汉 马三丰 走 你把他击毙了 哎 没有没有 哎 这 他打得可好 差点把我击了 看看我到底有所 他的杆子队指标 你做批了吧 两个指标他可都让给我 兄弟啊 你是抢钱来了 老哥 我从太平镇过来的时候 你可答应给我补充弹药 这可一直欠着呢 两个指标 就当你补充我军火了 来来 兄弟啊 这两个指标就剩你一个了 老哥呀 你可以帮我补充弹 行了 行了 你知足吧 就一个 来 兄弟 来 拿手 那死者 这坛大洋 你先捧着 你要一直捧出去 明白没 兄弟啊 你该不会是把大洋拿上了 再把哥给杀了 难说 为啥吗 你还差我一个指标呢 就这么算了 哎呀 兄弟啊 就这 就这我心里头 都难过得很 为啥呢 咱不说了 哥憋着 不敢 越憋越难过 你放开了喊一喊 喊一喊 我喊仨 大块游击队 活着聊静美 保证暑怠 我手里头大洋捧着 嘴里头在这么喊呀 哦 哎呀 真是个啥嘛 你仔细想想 腰上凌个枪 手里把我打开 呀 这个样子 那实在是窝囊了一些了 你喊 壮怀激烈的喊两嫂子 让弟兄们看看 定理这枪 也能仰天高呼 这不是儒将之枪 大垮游击队 火捉廖京美 就这 对 打垮游击队 火捉廖京北 廖京北 廖京北 等等 打垮游击队 哎呀 干什么 不怕你都被宰了 打垮游击队 火捉廖京北 打垮游击队 火捉廖京北 火捉廖京北 打垮游击队 火捉廖京北 火捉廖京北 打垮游击 放进去 火捉廖京北 打垮游击队 火捉廖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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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于总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看 吓跑了吧 还一溜烟呢 你看 吓跑了 弟兄们 向游警队长官 敬礼 狗里吕的弟兄们 胜败乃兵家常事 你们败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 这也没什么不光彩的 可是你们给军阀当炮灰 这就不光彩了 你们当中 谁是赶死队的请举手 把手都放下吧 作为军人 赶死是一种精神 但要死得其所 这条命才算有价值 死 为谁而死 这必须得问一下 你们的那位儒匠 打仗的时候 他连影子都见不到 几块大洋 确实你们卖命冲锋 这条命只卖几块大洋 你们甘心吗 干活我们不甘心 不甘心 不甘心 我知道你们不甘心 也知道你们所谓的赶死 其实没人当真 那些甘心为军阀而死 甘愿与民众作对的人 他死在游击队的枪下 那是早晚的事情 你不甘心 弟兄们 你们也都是苦出身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 共产党的游击队 是为了咱穷苦百姓 是为了这个苦难的民族 而英勇作战 劈干力胆 义无反护 战死疆场 百事流伐 你们向游击队改讲 你们受苦受难的亲人们 只有棘手痛心 今天 刘继队将你们全部拾网 谁想留下来 欢迎 大公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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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志辉 回来 回来 报告宗志辉 神医带着独立的步兵三团 从赶阳岭方向打过来了 另外 宗志辉那边也刚刚送来情报说 亲民队正从豹子口 朝这边开进 目的是包围我们 宗志辉 按照咱们事先的计划 我带领二大队和三大队 打回衡量部 给蒋二郎一个回马枪 你们一大队 朝汉龙原方向转移 是 建宏 小红 有个紧急的任务 需要你马上去一趟审城 小红 这次上级 让你当面对保工作 是老计点子的呀 衡量这边的情况 我心里都写了 世娟姐我就不多说了 你到了响罗镇 与刘建梅脸去 她会亲自护送你去审城 我知道了 老刘 你放心吧 那我走了 小红 路上小心点啊 放心吧 驾 spring 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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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游击队来人啊 要和你谈话呢 谈话 对啊 啥意思啊 好 就是和你聊一聊呢 老五 来的是个啥人呢 叫个松斗 老爷您见过 松斗 好 我见过 就是找到北娃的那个 那个耳朵特别好使 他 对 他要和老爷谈话 呸 一顿乱包 打出去 老爷 咋 他今天天为啥不亲自来 他不来 那个叶迟涛来了也成啊 那和我的地位还相当啊 这个松斗 是个啥嘛 他这是要 勤勉我一下 打出去 老爷子 这两国交兵的 不合适 啊 这才把秦帖家给惹翻了 他的 我廖家寨 乘高强后 我喊龙园民团也有二百人强 他秦帖家要知道本事大了 他打来 老爷子 这游击队也没向咱宣战啊 而且人家还搞些统战 我看 咱们还是轻易不要招惹他 就是 那 就让赏兴和他谈 把他也轻蔑一下 老爷 这可不是 这个松斗也不是好惹的 傻性 一个傻丫头 摁不住啊 谈话 咱嘴上可不能吃亏 老爷 咱得厉害些 那你说咋办 让少奶奶和他谈 滅酒 对 为啥 我说 这个松斗我看出来了 在咱廖家寨 他最怕的就是少奶奶 刚才少奶奶打门前一过 身影就这么一闪 这娃脸刷的一下 脑袋光的一身 也不知道撞到什么地方 把我都吓了一跳 哦 那你说这个娃 那个戴三斧子 可是让滅酒打了一棒 让这个松斗也挨上一棒 琴铁匠的脸上 可光彩得很啊 好 好 这一棒打下去 这有一对的脸可就丢大了 就这 琴铁匠 还得亲自来赔罪 好 这个计策好 你去把少奶奶醒来 我说给她一些妙计 转世 转 转世诸葛 你 你来干啥 你别过来别过来 别别过来 兄弟 来 坐 坐 坐嘛 你拿个棒子干啥 打狗 院里一条狗啊 谁都会咬 还救咬我呢 那 那你小心些 我跟你没话说 你回 跟我没话呀 那你干啥来了 我奉游击队长官的命令 找你廖团总谈话 对 你们游击队的那个秦司令 还有那个叶 叶书记 叶赤韬 对吧 对 他俩为啥不来 他俩都不在 去和亮谱开会了 那谁派你来的呀 包子头 咋 京北嘛 你知道 我还帮他抢过马呢 他自己咋不来谈话 他忙得很 我是他的代表 纳成 啥事情 说 我是廖团总的代表 你 没错啊 你没骗我吧 当然啊 今天这个谈话 就几 和你 听清了没有 那 纳成 那谈吗 你 你 我们包子头长官说了 明天 五十多骨子是五只羊 你们廖家队给我们邮寄队送去 就这 哟 那我要是不送呢 那就翻脸方枪呗 哦 松头啊 多少朵骨子 多少只羊啊 你再说一遍 看着我说 我不看 为啥 不为啥 兄弟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游击队之所以派你来 是你激动了自己要来的 我 咋 你在姐面前激动过 姐把你记着呢 你记着我呢 你那个耳包 谁送给你的 我 说呀 那是这 那十五只羊 我给你免两只 要你那条狗 你牵来 我帮你把它宰了 就这啊 那孩子 兄弟 你心里咋想的 姐知道 你心里咋想的 你心里咋想的 姐知道 我说你 海默 你快把手拿开 拿开了 你摸吗 真拿开了 好 娘哥 算不好了 你就是来调戏女人的 对了没有 没有 我没有 你摘 彤彤 你没事吧 姐 你就是心肠太软了 彤彤 大姐 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 可我心里真这么想来着 你说得对 的确是我激动着自己要来的 我就是心里把你忘不掉 我错了 你把我碎尸万段了都成 可是你一定要答应我 为了这件事 你千万别跳合成嘛 我求你了 你答应我成不成啊 你怎么那么傻 这是一个圈套啊 快来 起来 抱 快抱 上 把这个游戏的初战给我绑了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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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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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达们 这个人 秦铁匠游击队的派遣官 怂斗 秦铁匠派他干啥来了 多少户姑子 多少只羊啊 都探到了乡达们的头上 我家老爷 乡达荡的回绝了 这个人 她不肯罢休 在廖家寨大闹 趁人不备 竟然调戏了我家的少奶奶 我呸 这是不是出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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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的游击队 就是这样的人啊 你们就对他这种事吗 我呸 老吴长 这娃敢调戏 妹角 咋 肯定是 妹角 搁引她嘛 啥 肯定是 妹角 封妹角就是一个活寡妇 她偷看一点都不奇怪 大伙看看 大伙看看 这白白的娃娃 那比偷老汗强多了吗 就是 你哥儿把嘴给我闭上 你 姚姻 相当们 廖家少奶奶是个好人 是个正正经经的好女人 她没有勾引我 是我怂头淘气她了 我认赃 我就是个畜生 我以前就摸过女人的手 你们要杀要管 冲我来 来吧 好 好汉做事 好汉当 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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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们 既然他自己都承认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来 我敲他再想些 把这个畜生松斗 给我吊起来 你们眼睛凉凉的 咋啦 你们眼睛凉凉的 咋啦 我说我说 有机队来的 老吴长 放人 二少爷 这个贼王 可摸了你嫂子的手啊 啥 你问他 队长 你枪毙了我吗 这是真的 队长 你还是枪毙了我吗 英朗 你个老娘的 该将啊 该将啊 老吴长 我 我 我要见冯妹角 他人呢 北方 你嫂子忙着跳河呢 你就不见了吧 是你把他锁起来了吧 马错 欲盖弥彰啊 你把你搬了 人赃举在 老爸 我没有见到冯妹九 你所谓的证据 我该不认账 你这个无父无亲的样子 让乡党们替我瞧瞧 他这个还像个大声的娃娃 他这分明是从石头缝里 崩出了一条扮演狼嘛 你给我听着 松董 你现在就可以领走 但你必须得承认 你游击队藏无纳垢 就这 老吴长 放人 放了他 崩开 崩开 队长 你还是枪毙了我吧 不然游击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对 我松董就是摸女人的手了 我该死 你叫我这个畜生松董枪毙了吧 你给我闭嘴 如果有一天 什么 我一定要贴keepers 还行 空猪猪抢 我 choices 有什么 impartial 里面 我赶快 有这个 吃 prestial 不用了 为啥 乡他们不妨想想 只要是个无耻之辈 即便是百口莫辩 又岂能不百般狡辩 他孤身来到廖家寨 凶险未了 生死未补 虎口里竟然心源一马 可能吗 乡他们 螳螂捕蝉事出有因 这件事 你们要相信是真的 来吧 喊杀 只要你们能拍着良心 喊出声来 我廖京北今天宁可冤杀了他 欧阳 欠你的雷霜 万里的山 跟着共产党 咱们大脚伤 欠你的雷霜 万里的声扬 跟着共产党 大脚伤 喊大脚伤 唉呦 跟着共产党 咬大脚伤 哎呦 哎呦 雨呦 跟着共产党啊 大脚伤 爱我 千里的雷霜 万里的山 跟着共产党 咱们打架上 千里的雷霜 万里的山梁 跟着那共产党 打架上 百里的雷霜 百里的雷霜 宽霜 百里的雷霜